哈囉,大家好,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本集的最後一站,很開心見到各位 身為遊戲人,要知遊戲是 根據投票結果,今天要來看的是第一世代雷神之鎚動力盔甲 細舊盔甲的發展歷史與設計細節 感謝各位的投票,有機會將再詢問各位的意見 請注意,我之前在介紹第四代斯巴拉戰士時 就有講過第二世代雷神之鎚動力盔甲 為避免內容重複,所以本部影片不會再講 當初在做歷史速成班時忘記介紹盔甲 現在回過頭來做,希望各位不會被我搞亂順序 本部影片有非常多的專有名詞 我以盡己所能的翻譯、找資料、對照中文小說 如有錯誤還請多多包涵 記得訂閱本頻道及打開小鈴鐺 即時獲得新消息或是學習薪資 還有方便的話,請點擊影片裡的廣告給我一點鼓勵 廢話不多說,那我們開始吧! 雷神之鎚動力盔甲 是一種先進的戰鬥外骨格系統 由歐尼的材料大堆研發 旨在提高斯巴拉戰士的速度、體力、反應力 雷神之鎚一詞 是北歐神話中索爾使用的鎚子的名字 根據世代智庫長所說 雷神之鎚動力盔甲是他的計畫之一 目的為幫助人類繼承責任信念 這套軍事盔甲是哈爾西博士的畢生心血結晶 每套裝甲的價格都可以拿去造一台小型軍艦 可知一點也不便宜 雷神之鎚動力盔甲與以前開發過的 戰鬥外骨格系統不同 這套盔甲並非參考或延續以前的經驗 而是從零開始打造 這套盔甲也為往後的動力、半動力盔甲 提供紮實的基礎 每一代的雷神之鎚動力盔甲 都有主要的基本部件組成 像盔甲外層由多層超強合金打造 並添加了一種會折射的塗料 能消散能量武器的攻擊火力 襯裡填滿乳膠以調節溫度 乳膠的密度會隨體溫自動改變 緊貼操縱者肌膚的是能吸收濕氣的布料 而生理監視器會隨時調整布料的溫度和服貼性 裝載在盔甲裡的電腦 將與神經植入物互通訊息 內部結構還有不具一定形狀的活性液晶金屬 能讓穿戴者的力量加倍 反應速度提高到正常人的5倍等等 盔甲為完全密閉 可以實行艙外活動 也能於有毒環境下活動 還可以過濾毒素與細菌 對EMP攻擊與輻射完全不怕 不必擔心穿到一半就被癱瘓到動彈不得 最具革命性的技術 在於盔甲擁有超高密度光纖記憶體 因此能充當載體 讓AI完全運作 通常情況下 要有一定大小的飛船與設備 才有足夠的能力讓AI大展身手 所以光只靠盔甲本身 就能讓AI完全發揮實力 實屬驚人 除此之外 AI還能更有效率的幫助穿戴者使用雷神之錘動力盔甲 與軍方常規的神經直入物不同 斯巴拉戰士的神經直入物是經過特製 這種特殊的神經直入物 有兩片核心處理器與大腦連結 大腦傳來的電話學訊號會轉化為數字代碼 沿著軸圖往下到肌肉 再由該出的感應器去接收這些數字代碼並傳給電腦 運動神經元撞擊肌肉後 盔甲的電脈衝會讓某種物質產生反應 使得優先軸變形並相互疊加 最後會越來越短且越來越厚 反之 如果運動神經元停止撞擊肌肉 那這些不斷疊加的組件又會滑回原位 被撞擊的肌肉纖維會對運動神經元做出反應 這波訊息會傳到盔甲上 肌肉抽絮時 這股力量會被盔甲的力量乘數電路加速 透過正回饋回路來加大使用者的力量 使用者只需用想的 就能在一瞬之間運作挺重的盔甲 從思考到盔甲做出反應之間 幾乎沒有時間差 雖然這套盔甲本身是極度開外觀的存在 但仍得搭上基本配備 才能達到完美狀態 順利完成任務 與傳統的槍套還得額外 用袋子繫在身體上不同 磁性槍套能省下穿戴的麻煩 直接將武器用磁鐵繫在盔甲上 另外以真實性來說 Rish之戰的盔甲比較符合常理 因為你會看到大大小小的袋子 彈袋等等 這些可以幫助斯巴拉戰士整理配備 是任務需求來增加、減少配置 抬頭顯示器提供大量資訊 比如準星、護盾狀態、雷達、導航點、彈奧量等等 這30年來 雷神支錘計畫的意義也非單止盔甲 而是一種技術的突破 人類的自我挑戰 雷神支錘動力盔甲並不是傳統的防彈衣 而是前所未有的生物力學 人類可以直接駕馭並不斷改進 雷神支錘動力盔甲 是人類軍事上的一大躍進 且是打贏戰爭 避免被滅絕的重要關鍵 以上提到的各種配備與技術 不會在於介紹各型盔甲時重複 只會提哪種設備或技術有升級或更新 在哈爾西博士提起雷神支錘計畫之前 其實UNSC海軍就已對戰鬥外骨骼系統有些研究 設計並生產了一些原型 哈爾西博士在開始雷神支錘計畫初期是有回頭看這些研究 但認為這些設計過時且限制不少 所以從頭來過 說真的 如果沒有哈爾西博士這位大開外掛的女科學家 全人類的未來不知會走向何方 西元2511年 哈爾西博士與斯坦福斯中將 討論了一些第二代斯巴拉戰士計畫的事情 並認為這些戰士應搭配一套盔甲 隨後在個人日記裡思考該為這個計畫取什麼名字 研究期間 他認為可以運用反壓電效應來打造一副盔甲 提升斯巴拉戰士的力量 一直到西元2515年 雷神支錘計畫才正式展開 接下來的10年 在真正能被運用在戰場上的盔甲被製造出來前 也就是4型投入實戰前 研究團隊製作出3種原型武裝 哈爾西博士最初的構想是 將雷神支錘動力盔甲視為一切技術的基礎 之後如果幸運研發出新的裝備就慢慢加上去 不斷改良與更新 不過ONI卻於西元2535年時強制將盔甲分類、編號 目的是藉由這種編排順序來控制財政預算 這也讓哈爾西博士很討厭 Rage之餘漫畫裡 第一世代第一型外骨骼跟ODST盔甲很像 ONI第三處與Rage新的城堡基地研發第一世代第一型外骨骼系統 然後再進入做4號新的大馬士格材料試驗所組裝 起碼生產了40套 穿上第一世代第一型外骨骼系統 可讓使用者的奔跑速度達到每小時32公里 並能舉起兩頓重的物品 肩膀可掛載能自動瞄準的重型武裝 不過要能運作這些大又笨重的外骨骼系統 前提是大量的電 因此要嘛得用有線插頭 要嘛就是無線供電 然而在戰場上可沒有那個時間與空閒讓你能慢慢充電 因此實用性大減 第一世代第一型外骨骼系統只能用作搬重物與訓練 教官們穿上這些過時盔甲保護自己 以免被經過強化改造手術的斯巴拉戰士徒手打死 訓練期間 約翰117曾表示 訓練教官們可以搭配多一點的武裝與裝備 像是雷達、紅外線感應器 這樣才能讓斯巴拉戰士充分發揮 第一世代第二型外骨骼系統沒有圖片 只有文字敘述 第二型與第一型相似 但更輕且受 機動性大大提升 特殊的折射塗層能消散爆裂物帶來的影響 與真空狀態下如果某部位意外破裂 某種蜜蜂系統能快速發揮作用 只不過第二型能得依賴電力運作 所以在戰場上也不好發揮 相比前輩 雖然ONI最終也廢棄第一世代第三型的研發 理由都是電力問題 不過第三型有投入實戰 西元2513年 武器研究設施T12A的獵人計畫開發小組 突破了第三型的限制 成功打造出使用無線充電技術的赫倫丁三型 又稱獨眼巨人號 星環戰役裡 獨眼巨人號主要用來修復 USC火靈號的動力核心 星環戰役2裡則替獨眼巨人號加上武裝 能有效攻擊流放者 以雷神之錘計畫的真正意義來說 第四型其實是哈爾西博士首個開發出來的 真正戰鬥外骨骼系統 不過前段也提到 歐尼藉由強制編排順序來控制財政預算 所以才有這種編號問題 第一世代第四型於西元2525年11月27日起正式服役 首戰擊摧毀了新萌的不屈不撓號輕型巡洋艦 重453.6kg的第四型 直到西元2551年11月24日才被第五型取代 為使用最久的型號 第四型之所以能確實投入實戰且大大反轉人類的劣勢地位 在於成功解決供電問題 第四型使用的是核分裂反應爐 內建在盔甲裡能提供無限的電力 這樣就可以省去充電的麻煩 不過核分裂反應爐有些技術限制及缺陷 所以西元2535年後就全面改換成核融合反應爐 人類 新萌戰爭初期 為了強化斯巴拉戰士的能力 海軍啟動了故技化 未然對配備與眾不同的武裝 像約翰117的配置為行動隱身衣 跟徘徊者級潛艦能隱形的技術是一樣的 弗萊德104配備碳纖維刀 射程超過100公尺 琳達058配備噴射背包 凱莉087配備偵察無人機 能及時分析戰場 西元2535年 第四型雷神之錘動力盔甲為USC最昂貴的武裝 製作盔甲所需的費用跟只要一艘驅逐艦差不多 維基百科顯示 阿利伯克級驅逐艦要價18.4億美金 提這個只是讓大家比較好參考 畢竟實際上也不知道Halo的驅逐艦要花多少錢 而且現實世界也不只一種驅逐艦 雖然很貴 但效果絕佳 第四型相比一般士兵的戰鬥盔甲更能有效防彈 也能承受更大的攻擊力 不管是對付叛軍還辛蒙 都能以少極多 且往往都能給予致命一擊 重創敵人 整個人類星蒙戰爭期間 第四型歷經了不少升級與更新 這些不斷試驗的項目對科學家與斯巴拉戰士來說都是寶貴的經驗 以求完善雷神之錘動力盔甲 另外要注意的是 不管換了多少種因不同的戰鬥需求而開發的變體 他們都是第四型 像Rash之運動畫與漫畫 航向黎明影集 星幻戰衣1跟2 光環傳奇等等作品 雖然外觀都不一樣 但皆為第四型 所以不能用外觀來判斷 必須用性能來了解 第四型是雷神之錘計畫的基礎 而在基礎之上的改良 則是技術的突破 第五型有兩個重大更新 能量護盾與搭載AI功能 西元2542年 第四型服役17年後 研究團隊著手開發下一型的雷神之錘動力盔甲 在哈爾西博士的領導下 研究團隊從第四型新取到的各種經驗做出種種更新與改進 對第五型完善再完善 盔甲採用新設計 且用更好的材料製作 多虧了從戰場上繳獲豺狼的能量護盾 研究團隊得以逆向分析 從而破解能量護盾技術的秘密 將其應用到雷神之錘動力盔甲上 40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 花了20年的時間才成功破解新盟的能量護盾 大大提高了斯巴拉戰士的存活率 能量護盾在遭遇攻擊時會逐漸消耗 但只要找個安全的地方暫時躲開攻擊 能量護盾就會慢慢充電 雖然有在第四型測試能量護盾 但結果並不是很成功 另外,我知道各位肯定有個疑問 既然第五型才有能量護盾 那星環戰役裡的斯巴拉紅隊 他們穿的第四型雷神之錘動力盔甲 怎麼也有能量護盾 我只能跟你說這只是單純的遊戲性而已 讓遊戲更好玩,沒有什麼黑科技 一般來說,必須要有個設施或艦艇 才有足夠的空間與設備讓AI完整運作 不過哈爾西博士解決了這個問題 讓盔甲成為移動載體 當然,斯巴拉戰士的神經直錄也是得特製才能搭載AI 盔甲內建的超導電腦能搭載AI 存在於斯巴拉戰士的心智和盔甲之間的介面 能大大縮短斯巴拉戰士的反應時間 除此之外,AI還可以提供各種情報給斯巴拉戰士 協助他們作戰 西元2552年8月29日 約翰117是首位測試第五型的斯巴拉戰士 他成功撂倒數名ODST 越過蓮花型反坦克地雷區 摧毀30毫米口徑的機槍 躲開天音號的導彈與機關砲 漂亮的完成任務 值得注意的是 斯關掌在天音號的導彈來襲時用手撥開 沒有讓導彈直接命中身體 而是在他旁邊的地板炸開 爆炸的衝擊彈飛了斯關掌 能量護盾用盡 鮮血劍的頭盔到處都是 阿基里之劍斷裂 但約翰117仍活了下來 以上資料是RICH之戰遊戲出來前的官方製作與測試資料 以下則是因為RICH之戰遊戲推出的關係 邦局得修改以下內容 才能將這些資料塞進原本的世界觀 第五型最先開發出來的版本被編號為第五型B 由私人企業秘密開發 而非ONI的材料大隊 第五型B與第五型的最大差異 在於不能搭載AI 其餘功能則都一樣 西元2551年11月24日 第五型B少量發給第三代斯巴拉戰士 像貴族小隊使用的就是第五型B 只不過每個人都在根據自己的需求稍加改良 第二頭者小隊也是使用第五型B 第五型才剛登場沒多久 新盟就入侵RICH星 第二代斯巴拉戰士接換上最新戰甲前往應戰 但仍損失慘重 第五型直到西元2552年10月才被第六型取代 最後一戰RICH之戰與最後一戰戰鬥進化使用的都是第五型 雷神之鎚黑色 是雷神之鎚動力盔甲的湊柚工廠原型 可能屬於雷神之鎚先進硬體計畫 由涉於韓國城南的絕密實驗室製作 瑪格麗特053、羅馬143、奧圖031、維克多101 組成的斯巴拉黑隊即使用這套盔甲 約從西元2552年夏天左右起配備這套盔甲投入實戰 雷神之鎚黑色的HUD可以看到五公里外 立於遠距離偵查 黑色盔甲有力使用者躲在暗處不被發現 不過面角為金色 裝在手臂上的審訊器是種喇叭翻譯機 可以將外星語轉成英文 也能將英文轉成外星語 說給外星人聽 裝甲可搭載AI 像AI艾奧娜 就進入維克多的頭盔裡 這套雷神之鎚動力盔甲也有能量護盾 不過作為原型 雷神之鎚黑色也有一些缺陷 像是盔甲無法精準顯示海拔 因此無法實行三維追蹤 雷神之鎚黑色在經過多項與星盟的實戰測試後 被正式納入雷神之鎚計畫 並被編號為第六型 第一世代第六型是最後一款被廣泛生產的型號 約於西元2552年10月發給少數倖存的第二代斯巴拉戰士 並在人類星盟戰爭結束後每多久 就被第七型與第二世代雷神之鎚動力盔甲陸續取代 星盟入侵地球前幾個小時 瑪莉亞062穿著第六型 與韓國城南與ODST進行測試後 就將這套盔甲交給位於開羅航站的約翰117 第六型雷神之鎚動力盔甲 同樣吸取了前兩代的經驗與教訓 強化針對輻射與EMP的部分 也升級了過濾毒素與細菌的過濾器 更重要的是 第六型的護盾充電速度比第五型快 這對斯巴拉戰士來說能更快獲得保護 安裝在盔甲背部 提供能量護盾動力的融合包更小更輕 第六型相比第五型也更小更流線 因此被敵人攻擊的部位也就相對較小 能讓穿戴者的力量加倍 反應速度提高的活性液晶金屬也有升級 斯巴拉戰士與AI的神經連結系統也獲得強化 除了上述提到的主要配備 雷達、減低武器後坐立的執行器也有升級 限度特區1-4一戰 黑色1號的頭被獵人壓去撞先行者的中斷機 雷神之鎚黑色保住了瑪格莉特053一命 瑪瑙星之戰 弗萊德104被獵人的燃料炮直接命中 索性沒有失去生命 從以上兩力可知 第六型確實在一些場合下發揮了它堅固的作用 在能吸收屍氣的布料的上層為液態壓凝膠 研究團隊有顯著升級 能保護斯巴拉戰士免於重擊傷害 RICH之戰剛開打時 多數穿著第五型的第二代斯巴拉戰士 因為搭乘的提武號於空中被毀 在沒有空降設備的狀態下得硬著陸 斧萊德104命所有人將液態壓凝膠加壓到最大 才保住多數戰士的性命 但也犧牲了不少人 三代一開始 穿著第六型的士官長跳出聖妖級戰艦時也是如此操作 才得以保命 最後一戰2與最後一戰3裡 士官長使用的都是第六型 最後一戰4使用的則是第六型MOD KOTANA與士官長沉睡時使用奈米技術改造 升級第六型 第一世代第七型於西元2553年1月推出 是第一世代的最後一個版本 配發給Niomi 019 雖然第七型更輕 還有先進的奈米修復技術 以及透過導尿管來回收尿液 但因成本很高 製程複雜 所以為大量生產 反而被成本更少的第二世代雷神之錘動力盔甲取代 第七型早在西元2535年時 哈爾西博士就有於他的個人日記裡提到 第七型的最大特點為能只穿著盔甲就進入月牽空間 然後回到正常空間 通常一艘具有月牽能力的飛船 會因為體積過大而被偵測到 但如果只是兩公尺左右的物體 就極有可能躲避敵方的偵測系統 另外護盾系統還能自行運用 將能量護盾塑形 可以部分重疊或變成異形 跟先行者的硬光技術很像 關於塑形護盾的部分 我的理解是使用者可以將護盾集中到某塊區域以增加防禦能力 比如知道敵人要打胸部 就將全身上下的能量護盾都集中在胸部好加強防禦 那麼以上就是第一世代雷神之錘動力盔甲的所有介紹 希望各位會喜歡 請 cur skeletons 請開來 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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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在